佛舍大臣金刚经论 这一部书最近两年在大陆地区流通渐渐广泛 但有人传言 此书非世尊当年宣讲说违经 你去查《大藏经》就知道 《大藏经》里面确实自古传下来的 确实有人伪造的 还不少数 可是藏经里面给我们编排得很好 他统统把它集中 叫疑似物 就是这个有问题 有怀疑 相似不见得是真的 但是编得很好 没有叫人做坏事 那里面所讲的呢 跟佛所讲的很多地方都相应 但是不知道是谁翻译的 中国人对这个很重视 这个经从印度传来 在什么地方翻译的 哪个人翻译的都记载得很清楚 那有这个记载的 那就很可靠 这真理绝对不是假的 如果没有这个记载的时候 大概都放在疑似部 就是有怀疑的 你能够看得出来 那么像这些东西呢 可以做参考 要学薄弱呢 还是学金刚薄弱薄弱美金 这种参考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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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